我们普遍听到民众的声音都是说好烦 觉得到底罢名为什么要去搞一个罢名谢国良 对我会出来逃公逃命罢名票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搞这个罢名呢 没有人知道原因 一开始说什么东岸广场 可是这么多次的官司都是已经确定了谢国良市长是为了保护市民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这个罢名呢 那民进党也很奇怪 他们都吓急着下车说跟他们没关系 可是如果今天民进党认为谢国良市长是必须要被罢免的 罢免团体他们是有正当性的 那你们就应该大大方方所有人出来罢免谢国良啊 那如果你们认为罢免谢国良是没有理由的 你们也应该站出来表达对于这些公民团体的反对啊 你们怎么可以偷鸡摸狗的躲在后面 觉得如果谢国良被罢免就是我三道 觉得如果他没被罢免的话呢 那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面对非常的罢免 我觉得呢 其实是一个很投机托草的行为 非常的不可思 哪像是国民党 我们要支持谢国良 因为我们觉得罢免谢国良并没有任何正当性 并没有任何理由 所以我们就所有人团结一起站出来 所以这也是为了明年的 这个可能会有的立委全体的整个团体作战的一次演练 所以我们大家自然呢 就是当然还是一切我们该做的都要做好 要非常谨慎的面对选民 要把每一件国民党作为立法委员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做满 那也不能说掉以轻心 可是面对这种不正当的罢免 比如说他们觉得只要罢免罢免掉六个立法委员 他们就可以翻转国会 请问这是一个很正当的罢免理由吗 这叫做输不起 那你已输不起当成罢免国民党立委的理由 人民会买单吗 我就这么简单的问 输不起当成罢免国民党立委的理由 人民会买单吗 我相信人民是有知悔的 所以呢 我相信接下来有恶罢不罢乱罢 这样的情况呢 接下来在明年2月1号 也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